汪小飞和大S从第一次见面到领政 一共不超过50天 大S去参加安宇萱的生日会 见到了当时正春风得意的汪小飞 两人一见钟情 大S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第一眼见到汪小飞的时候 就想跟他生孩子 20天之后他们就订婚了 又过了30天之后 他们就领政官宣了 就是这么的雷厉风行 瓜友们都懵了 嗯 汪小飞不是跟张雨琪在一起的吗 媒体们也赶紧跑到张雨琪跟前吃瓜 据传闻 安宇萱当年苦追汪小飞五年未果 汪小飞和大S交往的消息爆出来之后 还被拍到深夜买醉 疑似搂着汪小飞痛哭 媒体没有赶紧采访安宇萱 安宇萱一顿倒苦水 我不知道她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 伴娘 红娘 还是情敌 这不就是现实般的 我喜欢的男人 却爱上了我闺蜜的狗血桥段吗 终于到了举行婚礼的这一天 友友们 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内雨史册的婚礼 一切混乱都是从天气开始的 因为大S很怕晒 于是婚礼前每天都在祈祷下雨 没想到婚礼当天还真是个阴天 雨是没怎么下 但大风呼呼的刮 当天的风巨大 大到大S的投杀乱飞根本不受控制 只好摘下来不要 现场的小滚门需要撞汗包着柱子 才不至于飞走 两个人很早之前就非常高调的 向媒体宣布了他们结婚的低点与时间 大家就很自然而然的理解成 是欢迎媒体前来采访的意思 结果媒体们高高兴兴的来了之后 发现周围拉上了警戒线 还请了非常多的安保人员 说什么也不让劲 行 就当是大家理解错了 媒体老师们自己吃了个哑巴亏 但汪小飞跟大S千算万算 漏算了张朝阳 张朝阳是汪小飞和他妈妈请的客人 他作为搜狐的CEO 不但自己拍婚礼现场 还安排了工作人员进来全程现场直播 啊这 这骚操作把在外面晒太阳的媒体们气坏了 指责大S厚此薄笔 杨烟要全面封杀他 事情发酵的越来越严重 汪小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当着记者的面大骂张朝阳 要求对方道歉 大S也是一肚子火 要走法律程序 场面一度非常难堪 后来还是婆婆张兰出来打圆场 说张朝阳是好朋友 媳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了媒体 希望媒体老师们消消火 大事化小 这事儿才总算告一段落 表姐先去吃个饭 下集讲婚礼的下半段 汪小飞和王思聪撕起来的事 别提有多精彩了